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视力郎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动画喜剧冒险电影 黑猫鲁道夫 故事开始在小女孩李慧的家中 李慧有一只叫做鲁道夫的小黑猫 是他的好伙伴 这天李慧要去给阿泰叔叔送草莓 却没带上鲁道夫 鲁道夫看着主人独自离开 也从门缝中跑了出去 结果在街上不小心撞放了卖鱼的摊位 鲁道夫为了逃离老板的追打 跳进了一辆长途货车的后车厢 随着货车来到了东京 在车停稳后 鲁道夫叼着鱼跳下车 他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 徘徊在街道上 这时一只大菊猫挡在他的面前 并让鲁道夫交出小鱼 鲁道夫心里害怕 交出小鱼后马上跑开 结果险些让汽车撞上 还好大菊猫过来救下了他 就这样他们成了朋友 大菊猫叫虎哥 他不忍心鲁道夫独自流浪 就带着他一起去向人类索取食物 这样的日子倒也快乐自在 一天鲁道夫与虎哥分开行动时 一只兽猫偷偷地跟在鲁道夫的身后 这只兽猫叫做米克斯 是这片区的小灵通 对于新来的鲁道夫十分地感兴趣 他向鲁道夫讲述了虎哥的过往 与恶犬大战的故事 鲁道夫听得正起见时 米克斯却被一只漂亮小猫吸引走了 鲁道夫每天都想着回到礼会的家中 但他不知道之前住的地方叫什么名字 虎哥告诉鲁道夫 猫也要有文化和教养 正因为之前的主人教会了他识字 虎哥才能更快地寻找到食物 所以鲁道夫想要回家 一定要先学会认字和写字 虎哥和图书馆熊老师关系很好 他们在这里看了很多书籍 晚上又在路灯下练习写字 一天鲁道夫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自己的家乡 原来那个地方叫支付 但是东京距离支付实在太远了 所以鲁道夫又想搭货车回去 结果却钻进了一个冷冻车厢里 当虎哥再次找到他时 鲁道夫已冻成了冰块 因为这事儿 虎哥还叫醒了他一顿 不久后 他们通过一张海报 得知了有一个旅行团正准备前往支付 所以只要记住出发的时间偷偷溜上去就行 在临走的前一天 虎哥为了给鲁道夫送别 去找恶犬要牛肉 结果却让恶犬打伤 鲁道夫马上去找熊老师 并在地上写下了字 让他去救虎哥 看着受伤的虎哥 鲁道夫非常的痛心 于是放弃了回支付的机会 与米克斯一起去找恶犬报仇 在他们完美的配合下 终于打败了恶犬 这也让恶犬知道了朋友的重要性 再也不敢刁难虎哥 他们还成了好朋友 因为错过了一次机会 虎哥开始教鲁道夫 识别各个地区的车牌 鲁道夫很快便学会了 在与朋友道别后 他踏上了回家之路 通过卖萌 他搭乘了一辆又一辆 开网支付的车 只为早点看见主人李慧 在辗转了无数的车辆后 鲁道夫终于回到了 那个魂亲梦营的家 他兴奋的走进屋子里 却意外地看到了 另一只小黑猫 原来鲁道夫丢失后 李慧又去领养了一只 跟自己长相相似的小猫 当鲁道夫跃上熟悉的沙发 来到李慧身边时 那个曾经无数次 在鲁道夫梦中出现的场景 在现实中再次出现 李慧搂着他 鲁道夫再次感受到了 李慧的温度 气味 以及叫自己名字的声音 随后 鲁道夫闭上眼睛 跳下沙发 跑出了门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再次出现 打破小主人平静的生活 鲁道夫独自回到了东京 回到了曾经和虎哥住过的地方 却并没有看见好朋友 他觉得 整个世界都抛弃他了 正是落实 虎哥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这时 鲁道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扑到虎哥怀里 痛哭起来 原来 虎哥的主人从美国回来了 他就搬了出去 随后 鲁道夫也被虎哥的主人收养 开始了新的生活 本篇虽然名字叫猫 实际上却蕴含着教育的意义 读完卷书 显完礼录 知识改变命运 更以黑猫的经历 讲述了动物间的友情 友善 和良食亦友的重要性 好啦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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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